我给大家托付托付 介绍介绍陈卓璇 陈卓璇参加了今年的创造营 是以第四名的成绩入的团 应堂少女303 大家也发现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都没有来 我们选择了第四名来 看得出来卓璇是真的不挑节目 而同时也看得出来 这期的吐槽大会 这期的吐槽大会 真的是不挑嘉宾 对吗 我们也不挑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陈卓璇 还有个手势 很开心啊 终于来到了吐槽大会 今天我站得够高了吧 我一直都很好奇啊 站得够高 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绝美风景 结果我到这一看 李丹老师 张高刚老师 这是什么风景啊 大厦风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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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 杨丽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因为你可以公开讨论男人 我们做爱豆的不行 我们跟男生必须要随时保持距离 眼神交流的最好不要有 所以今天我正眼都不敢看一下张延祺 我们女爱豆都很自觉的 尤其最近得加倍自觉 伊丽静老师 我看过她的很多采访 她一开口就感觉在生气 她问什么问题啊 都往死里问 她那个我觉得不是采访 是在审问 我总结下来呢 她的采访风格八个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所以好多明星被她采访完 都有一种情满释放的感觉 他们出来都说 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姜与生 一直都听说 你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我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姜真人你好 以后你开演唱会 就叫真人秀 你在上面唱rap 你的粉丝就在上面喊 姜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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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 江医生曾经狠狠地 diss过去参加说唱节目的rapper 结果他自己也去参加这些节目 大家都很看不惯他这个做法 但是我想说他真的没有做法 他要是真的做了法 怎么可能才拿第九呢 开个玩笑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说过 我不想做女团 最后不还是去了创造营 这叫什么 向现实低头 你看 姜云生 在节目里就这样自我介绍啊 我是姜云生 AKA僵尸 一个道士 为了生活 成了个僵尸 我们终将都是要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雨姬姐你好 我很喜欢你 因为你很耿直 我也很耿直 我多希望现在我能有一个植入呀 跟大家普及一下 在女团里 唱歌好的叫vocal担当 跳舞好的叫舞蹈担当 雨姬姐在她们团里也有担当 她为人很有担当 大家都知道 雨姬姐跳舞顺拐很严重 我就寻思 这但凡有点走路的基本功 也不至于跳成这个样子呀 但雨姬姐她非常自信啊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 她没有跳错 编舞老师就是这么编的 是其他人跳错了 我很羡慕雨姬姐的这种自信 我就很想知道 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力这么普通 却可以这么自信 你看能力 哎 没事 挺好的感情 雨姬姐说她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 她成团就是为了单飞 所以我说她们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团 真正的女团是像我们这样的 不能单飞 时间到了 自动团面 有张雨姬在 我唱歌肯定不是最好笑的 浪姐你们看了吗 我看那个节目啊 主要就是跟她学习喜剧技巧 雨姬姐啊 公鸭嗓加跑调 越认真越好笑 都说唱歌好听的人 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你听她唱歌就感觉 咋了姐 李旦夕你嗓子了 你很难想象啊 长得像花一样 能发出那样的声音 前两天又上热搜了 唱了一首大花叫 这大花叫的那个惨啊 就这样的作品 我不能独享 我必须众乐乐一下 老师 太阳出了我看山河 咱们唱的我唱唱歌 我先交给我妹妹 妹妹独上了耳朵 接下来啊 今天同样到场呢 还有张雨琪的弟弟 张延琪 我就一直有个问题很困扰 就为啥这些偶像团体啊 她们每次出场 必须加上团面跟手势 我俩第一次见面我都懵了 我说哎你好 我是王缅 她说你好 我是瑞斯张延琪 我说大哥 你不羞耻吗 你都22了 在我印象里啊 上一次出场 有这种标志性动作的团体 还是没上你战士 就感觉雨琪姐看到 你都想当张雨爪剪掉 就幸好我们公司没有这个文化 如果我们公司有这个文化 我早辞职了 真的太傻了 大家好 我是效果文化 王缅 我俩啊 前不久录了一个综艺 你们看到吗 对 哈哈哈哈 说实话 那个节目很好看 但是确实啊 就是热搜不太多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 明明啊 是吧 一帮老爷们 一个比一个火 为啥没热搜呢 直到前两天看到延琪自己的热搜 我才发现啊 这个问题就出在 只有一帮老爷们上 哈哈哈哈 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这个张延琪还没有公布的 地下的 好朋友 江云生 好吧 哈哈哈哈 江云生啊 都是男生 大家就坦诚一点 啊 渣男 前不久啊 在微博上 发了个微博 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 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巴拉巴拉 啥都会 就你他看似吧 他好像啥都研究 你们仔细想一想 其实就是研究 女生喜欢啥 出去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江云生 我是个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微信家一家 我想有个家 哈哈哈哈 伊丽静老师 伊丽静老师 我看过他采访 问题就是非常犀利 是吧 风格很犀利 他所有问的问题吧 你就感觉 目的就是揭穿对方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啊 啊 你不是在自我安慰吗 说白了 我甚至 他现在想问我什么 我心里一行二出 王勉 你觉得自己搞笑吗 你抱着急的多问 你不心虚吗 脱口秀是不是眼里那样 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你这样吗 好老师 别问了 别问了 最后啊 陈卓璇 为啥把他留在最后 因为我真的 根本就不用吐槽他 我最近发现啊 就这些偶像团体 你想毁掉他们 真的非常简单 你根本不用说他们 什么没有作品 能力差 一句话就能毁掉他们 陈卓璇 我俩谈恋爱了 我公开了 我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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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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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发外国 慌不慌 我今天把他捶得死死的 好了好了 不信 不信你们想一想 为啥 他们团前三名 我们都没醒 请来了第四名 有人呗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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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啊 站的不够高 是吧 就和我呢 我们家璇啊 大家都知道啊 特别喜欢商务 你说他得多爱我 今天把商务都给我 CAP直播客 在家就能跟教练上的直播客 全新的运动模式 CAP直播客 燃脂更快乐 怎么样 快乐吗 陈卓璇啊 你不要站得高吗 我帮你 我让你高 我最讨厌高的人了 我也不拉票了 好不好 今天大家怎么投的无所谓 好不好 反正毕竟 我俩都是一家人 张燕基 红的不是很久 八卦不少 八卦不少 刚好我对这个 他的八卦就很有了解 八卦 前坎坤坤坤坤坤坤 和阴阳五行一样 都是我国传统的文化瑰宝 代表着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 你说对不对 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我们正经的八卦 我替张燕基谢谢你们了 谢谢 我张燕基很久很久没有联系 我就在网上搜他 第一个词条就吓我一条 上面说张燕基泳池事件 我一听吓一跳 点进去一看 原来只是参加综艺 不小心掉进了泳池 一个泳池一米二五 这媒体真是闲着没事 这要什么报道的 要报道至少是张雨琪泳池事件 不知道为什么 雨琪姐张雨琪和泳池 两个事情一勾兑在一起 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不过张燕基他们团 也不是什么作品都没有 去年听说给一个 特别特别知名的电影 唱过片尾曲 什么电影 上海堡垒 众所周知啊 这个电影啊 基本上去看的人 是没有人能坚持到片尾曲的 所以他们这个片尾曲啊 至今还没有人听过 今年多好拿出来一发 又是一首新歌 伊丽静老师 伊丽静 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像洗衣粉了 我看过你那个采访 那个根本就不是采访 这是抬杠 你想红吗 我不想 那你为什么参加综艺 我再问你一次 你想红吗 我想 那你怎么不多参加综艺 感觉怎么回答都不对 所以对他不能来硬的 必须要跟他打感情牌 你想红吗 我不想红 我只想你 这是他俩炒出品吗 这难受啊 这李丹老师不是第一个吐槽我颜值的人 在我很早之前就看到网上 有一则网友发起的投票 他说谁拉低了Rise的平均颜值 你错了兄弟 在那一天 我第一次体验到了 票选第一名C位出道的滋味 而且还没有人愿意跟我抢 就是真正的C位 雨七杰想体验一下吗 不必了 好的好的 其实啊 我其实不是团里的命运担当 因为刚才弹总说我命运嘛 其实我在团里精确的定位 是捣乱担当 因为有一次我去酒店的时候 半夜想开灯 然后我就把墙上的所有按钮都按进去了 结果就把火警警报也给按下 后续那个酒店的经理 带着两个保安特别着急的就来敲门 然后敲开之后 我说不好意思是按错了 大半夜他们都跑了一趟 其实有一点生气 但是那个经理还是特别客气 他应该是认出我来了 他就特别客气的给我说 你是那个男团的张延祺吧 下次注意点 别再按错火警警报了 你又不火 给我气的 其实我知道大家今天来 不是想听火警的故事 大家其实是想听火爆的故事 但是真的 我真的不能讲 是真的不能讲 所以请欣赏第二则小笑话 这个笑话是我刚才献编的 因为我来到这之后发现 大家可能真的对这种CP比较有好感 是这样吗 虽然刚才好像陈周旋的妈妈 已经拳头都捏紧了 但是啊 我今天出门之前 看了看英丽 又看了看杨丽 觉得适合找一个人过 然后我又看了看杨丽 真不错 全乱了 傻 我也 看吧 开这种头吧 开这种头吧 我后面怎么讲 不够钱吗 不够钱吗 那我说说男人吧 说说男人 刚刚的渣男江鱼生 我跟他真的是老熟人了 但是最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就是偶尔发发微信 商业互捧一下 直到有一天 我都没有搜他 我不像他一样会搜我 我都没有搜他 是某问答软件 给我推送了一则问题 他说 江云生 为什么那么像吉娃娃 戏品 为什么 为什么 就 我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搞笑 我那一个月 都把这个当作我的快乐源泉 直到有一天 同款问答软件 给我推送了第二个问题 江云生 为什么长得那么像张延祺 真的太吃人了 没关系 还有更吃人的 第三则小笑话 陈卓旋 是我们公司的艺人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理解他 他当时的排名 好像已经到第二名了吧 但是还是没有商务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运气问题 你可以让江云生老师 好好地帮你看一看 你仔细回忆回忆 是不是看张绍刚主持的节目了 我也看 我也看 所以最近不太平吗 那说说最近吧 说说自己 最近在几个网会上 其实也跳了一两只女团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就不要看了 最近也跳了两只女团舞 然后我就看到网友 就老在网上发 ZYQ跳舞真好看 ZYQ跳舞真性感 然后 我就特别害羞 脸一红就点开看了 结果是张雨琪的跳舞视频 看完之后我的脸更红了 说实话 今天吐槽成这个样子 没有吐槽到 大家想要听到的 那个样子 可能吐槽得不够好 我也非常对不起 我们的防不胜防对 因为今天的这个笑话 吐槽大会 我也没有太多吐槽的技能 对 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小诗 希望大家可以 这都是傻呀 投我们 不要笑自己对的 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们 对宝贵的一票 很认真的 大学就爱看吐槽大会 现场是气氛尴尬 家伙要味 明星们一言不发 是面色沉 没想到现在 我是一言不发那个人 所以啊 做人就要能屈能伸 反正你做什么都有人喷 能屈能伸 不怕喷 说真的 还真的有点羡慕姜云生 7票嘛 然后我出道 正好是第7名 我算到了 你算到了 那么请问你算到了吗 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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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个会输啊 对 他上台前确实 好像也跟我说了 挺狠 真的假的 我还不信 他上台前怎么跟你说 他说我肯定要输 说输几票了吗 好像没说输几票 现在他特别斩钉截铁 就特别厉害 你这些就不打算用在正当上吗 没有没有 您一会儿回来 记得 给我通过一下我的申请 好不好 我手机没电了好像 有请张老师的迷信好友 易丽静 他长得特别像那种学校的证教处主任 就看着就害怕 太一见了 我感觉手里提着剪刀剪你头部的那种 能越形容越可怕 大家好 我是易丽静 谢谢 张绍刚老师 其实我真的挺想采访你的 我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张老师 你穿成这样开心吗 哎呦慢点啊张老师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你的家人知道 你受尽侮辱 却依然要带给别人开心吗 他们爱我 祝福你 我其实采访的时候 怎么判断自己的问题好不好呢 就是当我问完一个问题的时候 嘉宾说 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个了吗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只要聊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和李诞是前同事 先先吧 当年李诞在南方人物周刊 做实习生的时候 我是那儿的高级主笔 是记者中的最高职位 但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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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诞 是我站得太高了吗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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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采访嘉宾之前都会做功课 可陈卓璇让我没有功课可做 你有作品吗 歌 电影 诗也行 你有吗 我有高考作文 他羡慕你 你都不用做功课 就可以有工作 可艺人都像你这样 不做功课 我和谁抬杠啊 张元祺也不做功课 我还有诗 我还有诗 但我知道要聊什么 张元祺 你知道我要聊什么吗 我不敢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聊什么 可我不聊 张元祺刚刚拼命想引起我的注意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采访他的 他在微博上说自己是 当代哲学家 艺术家 战兴家 塔罗家 预言家 风水家 这么多身份 你自己相信吗 你这么多家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他们说要成为一个好rapper 就要有态度 要刚 要real 这不就是我吗 说唱就这么简单吗 你气息这么不好 也可以唱吗 你看我采访全是单压 抢了rapper的饭碗 这样好吗 我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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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的脱口戏我特别喜欢 因为她说话很有分寸 特别是那段说垃圾的 但让我失望的是 后来她在微博上就突然不犀利了 怂了 杨丽 你怎么了 你是喜欢上男人了吗 你天天在节目上骂男人 你自己却偷偷喜欢上了男人 男人知道吗 张雨琪其实我没啥好问的 我采访的时候都问完了 采访前我以为张雨琪是一个花瓶 采访后发现 她真的是一个 长得特别好看的女人 你们老吐槽说 雨琪看男人眼光不准 其实她看自己眼光也不准 她说的特别显眼甜宠剧 雨琪 你知道什么是甜宠剧吗 不知道啊 你知道甜宠剧的大结局是结婚吗 不敢知道 雨琪真的是个特别直爽的人 男人看到她就紧张 她得在男人面前表现得特别温柔 才能让男人不紧张 今天在座的男人 我看着都挺紧张的 雨琪 你再怎么温柔也没有用的 男人看到你紧张 看到我也紧张 看到杨丽更紧张 男人怎么这么容易紧张 特别自信 却特别紧张 刚刚在后台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 然后她还跟我说 她说杨丽 你千万不要吐槽我 我说没关系张老师 我不会吐槽你 因为你不属于我擅长吐槽的领域 我一直就想上吐槽大会 因为这节目多好啊 不用比赛 但现在你们想到也要比赛了 你们是疯了吗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我脱口秀大会的失败经验 我觉得啊 要想节目效果好 CP必须吵一吵 希望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搭档汪勉 本来都说好的 你们前面是疯了吗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还是依然只能选她 因为这个台上你看一眼 除了她也没有可用之人了 女的我就不说了 男生都有谁 张延祺 你知道吧 人家爱豆 我想跟她吵 她也不想跟我吵啊 爱豆 从场作戏 我今天才知道她想 但我觉得爱豆 不好吵CP 然后就是谁 江云生 你知道吗 刚刚也说了渣男 我觉得她内心肯定 特别希望自己也是个爱豆 这样的话 她就可以塌房 然后她就可以和女生说 我家房子塌了 你有多余的房吗 我想有个家 然后还有谁 就是张绍刚 李淡 我觉得这种已婚的 我就不冒这个险了吧 你们觉得 当然不选张老师 不是因为她已婚啊 所以你看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剩网免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 矮子里拔矮子 而且我一直就想当公主 所以和王勉在一起 就是我实现公主梦的第一步 我现在离白雪公主 就差六个小矮人了 我让你在那沉着 我喜欢陈卓璇的 我就是要毁掉你 陈卓璇 来自女团 印堂少女303 这个团啊 有点糊 但是没关系 他们非常受男生的欢迎 因为他们都是男生 非常喜欢的球队的名字 糊人 哦不对 他不是糊人 糊人另有其人 江云生 我就一直听他自己说 他是渣男 我刚刚看到他的样子 我觉得他也不配啊 有优秀到这个地步吗 可以骗到人了 而且 你是个渣男 你真是个渣男 你还自己到处说 你也太老实了 你就是个老实人 伊丽庆老师 我这一场的对手 我真的 我喜欢男人这件事啊 不光男人知道 女人也知道 就是我非常非常 喜欢易老师主持的节目 他刚刚也说了 很欣赏我 说我在节目上 特别有分寸感 别别别 易老师 你别欣赏我了 你学学我 就是他主持的节目 我真的特别爱看 太好看了 那个主持风格 我太喜欢了 太彪了 他那都不是提问 他就是借着提问的名义 骂人 就他会直接问嘉宾说 很多人说你 矫情做作假 不真诚虚荣 爱秀整容 抄袭不红了 靠老婆没才华 你怎么看呢 说完特别气人 还会这一句 我能这样说吗 你能不能说 你都说了 你讲这种礼貌 还有必要吗 这个就好像 我现在走过去 给张老师一巴掌 然后说 我能这样打您吗 对不起啊 易老师 为了搞笑 说您采访是骂人了 我能这样说吗 雨琪姐 今天的主咖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也感谢雨琪姐 因为她一直 从透舞秀大会 就陪着我们 尤其是她特别支持我 我太喜欢雨琪姐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我上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人 还是我刚刚在后台 照镜子的时候 不是 我照镜子的时候 看见雨琪姐了 她从我身后走过去 我还跟她打招呼 我说 嗨 你好 雨琪姐 雨琪姐非常自信说 你好啊 我刚刚刚认识你 我刚刚认识你 不对是右手 我刚刚认识你 就是上次来推火车大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组 就是她的编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很觉得我要负责任 我就想帮她排一排 哪句话该怎么演 没想到她立马拒绝我了 她说 你不要教一个影后 怎么表演 然后我就去网上查 我说雨琪姐 这到底是哪来的影后啊 查半天明白了 未来的影后 会来的 真的 只要你相信 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会发生的 我真的是喜欢雨琪姐 包括我也很喜欢 伊丽静老师 我觉得我们女生 就不要互相挑毛病了 对吧 就是她们向我证明 女性也可以很多样 对吧 你可以像雨琪姐一样 美丽天真 也可以像伊丽静老师一样 勇敢犀利 更可以像我一样 二者兼备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美丽天真 勇敢犀利的杨丽 大家好 我是永远队的队长张雨琪 就她们总说 她们总说我要来 老师来 那不是因为你老请我吗 我不来 你们的商务怎么来 还给我搭配一些实习明星 陈卓旋 在节目里她说 半山腰太挤了 想去山顶看一看 姐告诉你山顶更挤 陈卓旋说我跳舞顺拐 姐顺拐那是因为 山顶太陡峭 不敢动作太大 万一掉下去看见你 怕你尴尬 现在就是有些选秀艺人 哪有流量 他就去哪 我呢 是走到哪 流量就跟到哪 我上好些节目啊 其实我特别想赶紧让我走 但人家都不让我走 不信你们今天试试 不给我投票我也能进 开玩笑的啊 大过年的投一下来都来了啊 我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前两天说 我希望明年我不要防他 其实我并不是想讽刺谁 从我的人生经历来看呢 谈恋爱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像张延祺这么优良的基因 他不谈恋爱不生孩子 这对忧生忧郁来说不好 你看看 李淡这样的都结婚了 你再不生他就生了 你不着急吗 你看到一个婴儿长得像李淡 你不着急吗 江云生老师 一个能说会算的 叫什么 说唱歌手 说唱我懂 不就是单压双压三压跳压 我跟你来一句 那句怎么说的来着 我说的不是标面扎八斤 这是代表我的competition 听出来那是什么压吗 听出来了吗 不压 江云生你不是喜欢跳压吗 姐也可以跳压的 但姐想过段时间再压 你不是很会算吗 你算算姐啥时候压压 算出来了 姐给你压碎钱 伊丽静老师呢 刚才在吐槽我说我演不了甜宠剧 其实我不是演不了甜宠剧 我是想打造一个新一代的甜宠剧 就是女生自己可以又美丽又好看 然后又成功 她不仅仅是被宠 还可以和总裁 你来我往互相宠 别说话 吻我 你别说话 吻我 这种张云琪就演不了 你和大眼就会成为 你倒是说话呀 你别光吻我呀 你说话呀 你再不说话 她姐就要全养了 她表情配合得非常 太可怕了 打扰了 打扰了 伊丽静采访的时候 会一直问问题啊 没有人想回答 我就在想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跟易老师谈恋爱呢 我觉得只能是Siri啊 一个没有感情的提问机器 遇到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我只想问伊丽静 Siri没有家人 你的家人接受吗 杨丽老师 杨丽老师天天喊着 要跟男人谈恋爱 他骂男人垃圾 怎么能让男人 跟你谈恋爱呢 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太直白了 男人他接受不了 你呀得假装示弱 给男人台阶下 等他下来了 你再把台阶拿走 他就再也上不去了 高招 今天来的呢 都是选秀出来的idol 因为都是年轻人 但很明显啊 我在心态上 比你们都稍微年轻 那么一点点啊 你们是这也不敢说 那也不敢做 还没啥呢 就总是觉得换得换失的 我都不懂 你们到底在害怕个啥呢 怕这个怕那个 唯独不怕没作品 一个好的idol 他必须要有好的作品 他除了作品 他更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要有自己真实的生活 虽然我谈过恋爱 结过婚 敢说话 但我跟你们不是一个level 不要跟我social 也不要尝试跟我battle 因为我是一个好idol 毁欲从来不可听 是非曲直 自分明 补刀别往心里去 来看何人 话不平 还有定场诗啊 张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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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吐槽你的话 我们不信 张鱼琴 好美丽 我们帮你 我们帮你补刀 是人间的真谛 这个节目果然没有规则 这个节目就是欺负老实人 不叫武德 大家看这位 事故觉得很普通 根本不知道这大姐是谁 但是她就是能占C位 羡慕吗陈卓璇 大家看这一位 她在干嘛 没有错 这就是今天的张鱼琴 好像在说话 但是有什么都没说 马上有请出名的rapper 胡来 张鱼琴 来了酷嫂大会 什么都不让 上帝 老公 白晨 才是万人主义 因为她的粉丝都在看 你是你 郑菇轩的力量 要向更高 为什么 跳舞还想跳跳 广播体操 但是毛泪 你跳的必须张言其好 至少你不会像她一样同手同脚 大家都说江云生是个小道 我们靠的武艺 他靠的福星高照 天天本上喷人 我的鸡肥都像 喷价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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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蛋壳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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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他们的空气就都帮你挡下 因为永远对同来都不会怕 他们说的东西就好像是空气 因为他们开胃没有你大 听你们吐槽是真有点水 我连打哈仙都会觉得累 不管你们能有多少张嘴 反正加起来都没有张雨琪美 What's up Everybody挥进你们手 张雨琪 了不起 完了呀 他们那个很猛 他们会翻倍 太猛了 反美是你 虽然你 看着跑掉 我们不会跑 不跑不跑 不跑不跑 就慌张雨琪 谁说你我跟谁紧 谁说你我跟谁紧 呼喊来到我的身边 来 和满天公小道路 我这种的药 收了一段 请说一下 吴老师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为了与琪姐豁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你知道你唱到一半的时候 大张雨都滑跪了吗 我看到了 爱玩说唱我给你开个小杠 给你介绍一个说唱剑的老伴 但我还要唱下去 这就是信念 说唱的信念 好 谢谢忽然 那请蛋壳来到我的身边 来 蛋壳 请客观地点评一下忽然刚刚的说唱谁举 不是 我特别想帮他整两句 但是我怕我一开口 我说唱生涯断送了 来 请达老师来到我们的身边 请达老师来到身边 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达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忽然把你的创作搞成这个德行 你心里面的感受是 这是我创作的 这种搜主意 一般我也不用问 其实就是你干的吧 因为闻见味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听上去 张雨徐好美丽这首歌 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他就告了 我们就是给与琪姐来打气补刀的 好 人家都是一个人上来补刀 你为什么要拉牛 你听见你的话了吗 他们叫人家 我是我 我们一起 阎和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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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老师 阎和强老师上来之后 定场诗 对 作为德云社的选送选手 选送的 德云社选送的选手 说了定场诗之后 不是你等会儿 这定场诗都无所谓 你们节目组说 我说找一个醒目 你们从哪儿距离窗框 你知道吗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 这个 这逗区区用的 和强 和强 隔行如隔山 对 我们 阎小强 阎老板 还是有贡献的 请马思纯老师 到我身边 你刚刚是 你是表演的个啥 思纯老师来这样 谈一下自己刚才那段 雅剧表演的体会 我主要是忽然的粉丝 听完了忽然刚刚精彩的表演之后 我根本没有听到 因为我一直在帮他唱 因为他唱得太难听了 你们刚刚六个人有七八个拍了 互相在踩踏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关键你知道 忽然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 忽然坚持认为 自己的那个节奏是对的 了不起